那么疫情指挥中心18号宣布了 轻症确诊者只要是治疗10天 不用PCR裁剪就可以解除隔离 而华联县就有民众 在隔离10天之后被通知可以出院 但两人都还有症状 而且在最后一次的裁剪 CT值也都小于30 认为将出院恐怕会有传染的风险 昨天就被告知说 我医院已经帮我弄出院了 人还在防疫旅馆 却被医院通知已经被办理 出院手续 住在花莲防疫旅馆隔离的这对母子 既担心又害怕 防疫旅馆说我们两个是不需要产PCR的 那我现在温宣不知道我女儿现在有没有 她的CT值有没有拉起来 有没有传染的空间 我们都不清楚 就把我们放回家了 那如果这样子我回家的话 我妈妈跟我阿嬷他们的风险很大 如果他们两个确诊了该怎么办 原来母子俩最后一次PCR裁剪 是在4月16日 当时女儿CT值只有16 传染力还很强 18日被转进防疫旅馆到现在 两个人都没有再被裁剪 没想到院方通知母女两人即刻解除隔离 可以自行搭车回家 妈妈担心家里还有一个高龄 90岁的老阿嬷一旦染疫后果不堪设想 我想以前我们一开始COVID-19发病的时候 它是原始株或是α株 Data株 这些病毒确实 它的在身上的活性传染期比较久 但是现在已经转到我们的Omicron Omicron它的传播力很快 潜伏期很短 那但是来的快 其实它去的也很快 那CT值我们做PCR或做快筛 只是找到病毒的那个所谓基因 但是这个基因可能它只是一个死亡的基因 而不具有活性传染力的基因 所以因此中央疫情主义中心 根据这些科学的数据 所以才会改变说在发病日 裁剪日达10天之后就无需裁剪 虽然花莲卫生局强调 当下解除母女隔离 还让两人自行搭车回家 是依据中央疫情中心的规定执行 但染疫母女忐忑不安 卫生单位执行规定前 还是要先向当事人说明清楚解除疑虑 避免当事人认为卫生单位在草率行事 记者 众好报道